我们看186页的第五个例子 爱瓶装了三个凉杯的水 然后他的三个凉杯的水都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第一个凉杯是水而已 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凉杯的水 其实是一样的高度啦 他题目没有讲清楚 然后我们当作是一样的 然后他放了一个手环 再放了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东西 方块 OK 他放了一个方块和一个手环 他水位就上升到这样多 他只是放一个方块的时候 他的水位是这么多 好 来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看这个是多少 这一面是 100 500 600 400 800 900 200 190 他里面的水 590ml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210ml 这个是多少呢 210 220 这个是220ml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减这个拿到手环的那个体积 OK 手环的体积呢 它会是等于这个220ml减210ml 所以它是10ml 所以它是10ml 然后我们也可以找出方块的那个体积 OK 我们这一边它还有方块 我们要找出方块的体积的时候 方块呢 就是我拿 它减掉这个 所以它是等于210ml减190ml 所以我拿到是20ml 22减21 然后21减192 OK 好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说以ml为单位 计算 两杯里 只有一个手环 两杯所显示的体积 所以它两杯里面的水 190ml 手环是10 所以这个是190ml 再加上10ml 所以它就会变成200ml 然后接着B的这个部分呢 它在这一边 它说以ml为单位 OK 以ml为单位 计算两杯里面有两个方块的时候 一个方块是20吗 两个方块的时候就120ml 加20ml 再加20ml 其实直接拿那个 刚刚的那个210ml 再加上20ml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是230ml 当然你也可以讲 它是190ml 加2乘20ml 然后它也会变成190 加40 然后它也会变成230 所以它这一个就变成190ml 加40ml 然后它就变成230ml 这样也是可以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 课本里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它用220-210 拿到10 220-210 是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拿到手环的 所以拿到10 再加上空屏 OK 这样 所以它是显示200ml 所以我的答案是200ml 这一边 这一个200ml 是正确的 好 两个方块 已经有一个方块 加多一个方块 加2乘再去230 这样啊 好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